防车要是不治冷啊,有几种可能性 这里头啊,这个小玩意看看有没有松动 现在马上就结冰了,就挺好的 就说呀,它如果有问题,这个可以上下可以调 如果不可以调的话呢,看它有没有问题 先从简单的开始 然后它要是,就是你正常开到治冷这儿嘛 你可以给它打到不治,就自动这块 它不治冷的话,它也能给你稍微的调整调整 就不,就让你冷一冷,让你维修 然后就你到外边来看了,如果那边没有问题 就到外边看了,打开它 这个就挺好打开的,它有一个这个给它打开的 打开那里,你看啊,最主要是看这个管 这个管里头,这是个水箱嘛,它那上下的那个水,治冷 它这里头是有水的,你看我这个,刚才我是放出来的 因为我这就不治冷,就是应该是这个事 就它,它应该是在这里的放,这里应该有水的 它堵了以后,就这个小究竟 小究竟这块,别给它砸下去 它里头就有一个小眼,专门能处来的 就铺了铺了呀,用钱的,调整调整它,它那个水就下来了 就别把这个东西就拿下去,别不要它 因为它有时候露灰啊,或者是可能是它也有 特别热的时候,它往里进热气,导致它可能不治冷 所以说,它就有一个小眼,比真鼻子大不了多少的,很容易堵嘛 给它放完以后,它通了,就还给它放在里头呢 到时候定时的可以,可以把这个水倒了 其它的问题呢,现在还没发生,你别看老,它很结实的 就这几个问题你解决了,应该问题又不大 冰箱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自动挡的,你看都起床了 这就没问题了,先这么先搁着吧